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绿茶哥的频道 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狂野之星落骚棍的玩法 先说一下武器的基本概况 落骚棍这个名字乍看起来有点不明所以 简中的翻译变形棍倒是直观一些 这是一款强调变形的武器 共有五种形态 分别是棍子、剃刀、双刀、手里剑、还有大剑 前四个形态之间能互相切换 也可以在连段中加入变形攻击 至于第五个形态大剑 我们等一下会详细介绍 这听起来很复杂 感觉入门落骚棍得先学会五款武器一样 其实不然 真实的落骚棍比我们想象的简单很多 原因在于这款武器主打的就是变形攻击本身 实战中绝大部分情况都在连续切换武器 而非专注于四款中的某一种 比如我觉得我是手里剑专精 那我就盯着手里剑用行不行呢 也许也可以吧 但这并不是适合落骚棍的游玩风格 如果你对MH系列有一定了解 那我觉得落骚棍大致可以类比成 斩击斧和充能斧的集合 就是在与化兽对峙阶段 是一款不断变形 强调行云流水连段的武器 就像斩击斧 我们需要找机会不断进攻 以积攒能量 在捕捉到输出空档时 我们就可以像充能斧一样 释放积攒的能量 打出巨额爆发 那么下面就来具体看看 落骚棍在实战中应该怎么玩吧 首先落骚棍不论在何种形态 都有轻重攻击两种 分别对应PS手把的方块和三角 且各个形态的轻重攻击 都可以拔刀使出 四种形态的重攻击都是一段式 而轻攻击分为一到三段不等 像是动作轻盈的双刀形态 有三段轻攻击 棍子居中有两段轻攻击 相对重型的剃刀和手里剑 则是一段轻攻击就结束 为什么要花这个篇幅来跟大家讲轻重攻击的段数呢 是因为在轻重攻击打完的时候 我们人物会冒红光 此时按下R2的话 就可以使出变形攻击 且如果变形攻击命中任意目标 就可以累积雪条上方的计量表 如果该计量表达到四层 就可以按住R2加三角 拔出机关大剑 打出超高的两段伤害 当然其实没有能量的时候我们也能拔出大剑 但前后摇极长还只有一刀 不推荐在实战中使用 如果我们把计量表续满 也就是八层的话 此时拔出机关大剑会有三段伤害 那第三刀也是狂野之星这款游戏中爆发最高的一刀 比野太刀的满续居合还猛啊 所以说以变形斩积攒能量 再找准机会打出终极一刀 真的会赋予落骚棍很大的乐趣 也让猎人特别有满足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能量槽只能存储30秒 如果这30秒内又有新的能量进账 这个实现就会被刷新 直到我们无法在30秒内命中任何变形斩 关于能量槽的保持有个小技巧啊 就是变形斩命中小型化兽也是可以攒能量的 在不具备蹭刀条件的时候 或能量快消失 却距离化兽太远时都可以用小型化兽来刷能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蓄满能量后不要无脑开大 因为我们不一定有惩罚化兽的大空挡 这时候较好的选择是用变形斩来保住能量 以等待合适的时机 再说回轻攻击啊 其实如果我们不断去出变形斩连段的话 会发现有时剃刀变三段轻攻击了 手里剑也是有时会变两段轻攻击 本来他俩都是一段就结束的 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 因为对实战的思路并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大家去训练场摸索一下就明白了 重点还是在冒红光的时候按R2打出变形斩 这个时机是需要练习的 玩过近代MH片手剑的猎友 应该就没啥学习成本 类比于精准突刺就好 换个音游换个节奏罢了 总之特别推荐大家去训练场疯狂打靶 这能让你快速上手落骚棍 一是熟悉变形斩输入指令的节奏 第二是帮助你熟悉每一个形态变形后 接续的是什么形态以及动作 这样也是帮我们加深对变形斩时机的理解 可以说无限变形连段是掌握落骚棍的基础 但其实变形无限连并不适用于所有实战场景 这是由于狂野之星的狩猎节奏偏向有来有回 我们很少有战装无限连的机会 除非我们对画兽比较熟悉 或是有足够的控制和团队战术执行 在对画兽不熟悉或缺乏控制的时候 如果你想在实战中快速积攒能量槽 并迅速取得优势的话 更常用的是基本落骚及其派身 比如跳台派身的双刀乱舞 或是机侠派身的棍子降龙 又比如火炬派身的火盾手里剑 还有电风扇派身的飞天陀螺 这些招式都有很大的攻击范围 也能提供优秀的输出 更重要的是在接续变形斩命中后 可以一次累积两格能量 效率非常高 我个人最常用的就是跳台和火炬派身 在远距离或是需要闪避时 跳台就是不二之选 想在近距离打一个小爆发 点燃火炬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总之 基本落骚的派身动作 具有很高的实战价值 不仅是因为一次两格的能量草累积 更是由于狂野之星的狩猎节奏 会鼓励我们去使用落骚机关 来应对化兽和机动位移 包括机侠和跳台 还能派身不同的大剑动作 都消耗四格能量 满能量的终极大招 只有走地模式才有了 总结一下吧 掌握落骚棍的核心在于掌握变形斩 不仅是对于节奏的练习和把控 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变形斩是可以360度无死角转体的 这哪怕我跳台冲过头了 视角扭回来按下R2 照样可以命中变形斩 从而不浪费积攒能量的机会 还有就是大剑模式了 作为游戏里数一数二的爆发手 大剑模式让落骚棍成为多人团战的宠儿 在良好的沟通和战术执行下 落骚棍能让每一次控制都成为化兽的梦魇 而在单击作战的时候 大剑模式也会促使猎人去学习化兽 从而找到合适的惩罚时机 可以说落骚棍值得几乎所有猎友都去了解和学习一下 OK 今天的武器教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欢迎各位猎友补充指振 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还请点赞订阅 支持一下绿茶的频道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